本世纪初的上海曾经出现过两起凶杀案 作案手段出奇的相似 但是却始终找不到凶手 以至于受害者的家属感情破裂 相互离间 本以为不了了之 结果警察却意外从一本同学录里 找到了凶手的蛛丝马迹 排查了足足52个人之后仍然无果 一直到了2021年 真凶才现身 然而没有等到绳之以法 他竟然已经葬身雪坡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把时间倒回到2001年的4月6号 一个普通的星期五 正在过清明假期的刘思佳 怎么也没想到 在打游戏手接到那个电话 会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那个电话是爸爸打来的 语气紧张 催他赶紧回家照看妈妈 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刘思佳慌慌张张赶了回去 楼下已经停了警车 邻居们围在一起 他赶紧穿过人群来到自家卧室 只见母亲审被衣桌整齐躺在床上 脖子上两道鲜红的勒痕 旁边散落放着父亲衣柜里的两条领带 其中一条领带已经断成两截 很明显母亲是窒息而死 法医鉴定认为母亲生前并没有遭受过性侵 当时他们家大门也没有被破坏 家里也没有任何财物损失 也没有任何陌生人的指纹 所以并不是因色杀人 也不是因财杀人 由于技术有限 当时并没有提取到领带上的DNA 最大的嫌疑人就是他的父亲 但是证据表明 他的父亲当时并不在场 在外人看来 他们一家感情非常好 平时也是与人为善 应该不会有仇人 就当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 邻居提供了一条线索 由于隔音不好 邻居说当时下午的1点30分左右 他听到有一个男人过来找审贝 根据口音 那个男人应该是上海人 警方不免想起 当时在现场发现的一些物证 比如说茶杯 茶壶 茶叶 全部都是用来招待客人用的 也就是说当时啊 这个不速之客 对于审贝来说 应该是非常重要 那很有可能就是熟人作案 但是警方排查了137个人 都不是真正的凶手 后来刘思嘉想起了一件小事 案发的前一天 家里面接到过一个男人电话 那个男人向他询问父亲的电话号码 然后就挂断了 警方认为这通电话 很有可能是凶手打来的 但是可惜啊 查到这个电话之后 发现是公用电话亭打来的 所以呢 也没有查到有用的信息 母亲的去世 让父子俩之间的感情产生了隔阂 刘思嘉也开始总是怀疑 是不是父亲有了新婚 所以采用领带勒死了自己的母亲 然后主动报警洗脱罪名 他的父亲呢 也是有口难辩 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 两个人的关系一直非常拧板 就曾经这样美满幸福的一家三口 变得破碎不堪 而真正的凶手 仍然逍遥法外 转眼一年多时间过去了 就当大家快要把这起案件忘记的时候 上海警方又接到一起报案 报案人是一名中年女性 她说自己的女儿在家里被人杀害 警方赶到的时候 发现受害人躺在床上 脖子上有红色的勒痕 看起来跟刘思嘉母亲当年如出一辙 这相似的作案手段 让警方不明心生怀疑 这次的受害者啊 是一个刚成年的女孩 毕业于职业学校 巧合的是 她跟刘思嘉是同班同学 而且受害者的母亲说 她在之前啊 也接到过一个陌生男人打来的电话 问受害者在不在家 也许两次谋杀都出自同一人之手 她总是在作案前打电话 试探受害者是不是独自在家 可是 她又是从哪儿得到受害者电话的呢 除了熟人作案 谁又会知道别人的个人信息呢 于是警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那就是幕后的黑手 是不是学校的老师 因为老师有学校学生的 花名册里面记录了每个学生的个人信息 于是警方卡尔摸牌学校里的男老师 但是学校教职员工 却都有不在场的证据 警方又试图去找陌生电话的源头 不出意外 又是一个公用电话 警方啊 本以为这次又是竹篮打水利场空 但是幸运的是 公用电话的老板徐阿姨 对这个当时打电话的神秘中年男子 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他拒绝付电话费 还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由于啊 过于凶神恶煞 老板印象深刻 并且清楚记得那个男人的长相 年龄40岁左右 身高1米7 皮肤有黑 瘦长脸 戴一副细矿金属的眼镜 面容凶狠 警方找到了上海铁路公安的 著名罪犯画像师张鑫 画了一张嫌疑人的肖像画 而与此同时 刘思佳听说自己的老同学也被谋杀 就向警方提供了一条线索 他说当年毕业的时候啊 同学路上也会记录大家的联系电话 和家庭地址 也许凶手跟他的同学有关 于是警方在虹口分局 将刘思佳所在班级的52位同学 和他们的家长全部召集起来 分发了嫌疑人画像 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这两起凶杀案 就在大家都频频摇头表示 没见过这个画像的人的时候 一个女孩突然高声尖叫 引起所有人的注意 这个女孩名叫梁孝 他惊恐地告诉警方说 就这个男人他来过我家 原来2002年4月24号 梁孝在学校上课 回家之后母亲告诉他 说有一个陌生男人啊打电话 问他在不在家 而且还说自己是学校的老师 要走访毕业生的状况 梁孝母亲一听是老师啊 当然连声答应 并且还准备了一些吃的喝的 没过多久呢 一个陌生男人就敲响了房门 但诡异的是 这个男人敲的是602 因为梁孝一家呀 先买了601 然后呢又买了隔壁的602 以前老师来访啊 都会敲601的门 但是这个老师 却敲了602的门 那本同学录里呢 梁孝给大家留的地址 正是602 这个陌生的男人 就戴着一副眼镜 丝丝纹纹纹 而且穿着非常的考究 就当梁孝的母亲呢 把她请进家门的时候 这个男人看起来 有点心不在焉 他就自称自己是学校的老师 但是却居然不知道 梁孝是否在上课 梁孝的母亲一听 心里起了疑心 梁孝回来之后啊 梁母告诉她这件事 没想到梁孝 并没有听说过 这样的一位老师 母亲顿时才觉得 背后一凉 但是好在没有任何的损失 也没有受到伤害 当时呢 就没有选择报警 只是嘱咐女儿啊 以后要多加小心 那看样子 问题就出在这本 《同学路》上 于是警方赶紧先后 投访了52名同学的男性亲属 然而一无所获 转眼将近20年过去了 梁浦区行政支队的调查人员 接手这起学案 他们再次将勒死 审贝的凶器领带 送去了刑科所进行化验 由于现代科技水平的进步 刑科所在领带上 发现了之前 没有检测出的男性DNA 在警方重新列出的 嫌疑人名单当中 一共有421人 但是他们竟然没有一个 可以和领带上的DNA匹配 细心的警察想到 这些同学的父母 会不会有离异的状况 被忽视了呢 没想到还真有这么一位 这个同学名叫曹乐乐 1982年出生 在曹乐乐出生一年之后 父亲就被判了10年有期徒刑 母亲直到曹父出狱 才选择离婚 之后夫妻二人就身处异国 由于案发期间 曹乐乐父亲一直在新加坡 所以警方也一直没有 把他列入为嫌疑人 警方联系他去开始化验的时候 他提及了一个 从未现身的男人 杨建国 原来在他服刑期间 冯敏就和自己的初中同学杨建国在一起了 杨建国1954年出生在上海 奉贤私团镇 10年67岁 曾经因屡次盗窃和诈骗 进出过三次监狱 1987年刑满释放之后的 杨建国整日无所事事 跟冯敏偶然重逢 然后恋爱了 后来杨建国搬去了冯敏家 与母女俩同住 警方立即来到冯敏家寻找线索 可是杨建国已经跟他分居 独自搬走了 警方于是向他索要杨建国的照片 家里只有一张黑白照片 当警察看见那张照片的时候 是倒吸了一口气 因为那个人的模样 和20年前画师画的 可以说是不差分毫 警方还拿着这张照片 找当年杂货铺的老板 徐阿姨和梁孝的母亲辨认 那即使过去这么多年 他们还是一眼就认出了 这就是当时的那个男人 但是奇怪的是 在当时调查的时候 明明冯敏和曹乐乐都在场 为什么母女二人都没有提起 杨建国这个人的存在呢 因为杨建国这个人作风不好 好以务劳 经常领陌生女人回家 再加上两个人一直没有领证 只是同居 所以母女二人觉得 这个人不光彩 就没承认 冯敏猜测 杨建国是看了女儿的同学录 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所以产生了邪念 之所以第一个就选择 刘思嘉下手 可能是误会了这个女性化的名字 然后发现刘思嘉是男孩之后 选择了对他的母亲下手 2021年3月14号 掌握确凿证据的警方 来到杨建国在凤前区 租住的小区 准备正式抓捕 这个逍遥法外20年的罪犯 但是警方多次敲门 屋内都无人应答 警方联系了小区的保安 调取了出入大门的监控录像 监控录像显示 杨建国3月13号的凌晨 回家之后 确实没有再出过门 3月15号的凌晨 警方撬开了这个民房大门 没想到 这个逃窜多年的杀人犯 此时竟然只身倒在了 黑红一片的血泊当中 尸体已经僵硬 房间里弥漫着腥臭味 经法医鉴定 杨建国割腕自杀 伤口深度 足是一次致命 法医还发现杨建国在死时 已经罹患了胃癌晚期 本来就命不久矣 法医推测 杨建国可能是无法忍受胃癌 巨大的疼痛时 一心求死才割腕自杀 而不是因为自己背负的 命案心怀愧疚 那随着真凶的死亡 他的真正作案动机 和作案的过程 其实也变成了永远的迷 真凶现身 或许能够告慰那些在天之灵 但是人死不能复生 蒙在两个家庭上的阴霾 也没有办法真正散去